在巨星會有壓力喔 巨星在哪裡喔 巨星在哪裡喔 在這裡 巨星在這裡 唉唷 第一次坐妳的車耶 對啊 有沒有覺得很緊張 這是什麼奇妙的緣分 我平常不擰花惹潮這樣 希望妳找我是正常的事情 我們要去約會 這個不行 這個被我老婆知道喔 因為妳知道我的人設 就是好老公 好爸爸 對 靠這個在賺錢 最近很多藝人人設崩壞 那人設崩壞帶來的後遺症呢 是就沒辦法再繼續靠那個賺錢 我最近就是換了一台大車 就是現在這一台 對 然後覺得我發現 因為在台北開的時候 其實有點不太容易 我希望想要找一台 比如說輕鬆一點的 或是安全性高的 重點是要好品車 我正想跟你講耶 我坐上妳的車齁 就我本來以為 裡面坐的應該是個老頭 還是醫生啊或者是律師 沒想到是拉拉隊女神 我跟你講這個車是好車沒錯 對 但不符合妳這個青春洋溢的氣息 首先呢這個家庭感太強 一般妳如果停好車下來 人家看到是妳 人家會以為妳是兩個孩子的媽 要不是兩個孩子的媽呢 就會覺得妳是被負傷保養 沒有這種事啦 沒有沒有 我這個人有時候隨便亂講 那他們女生突然就不講話了 我說怎麼了被我說中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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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因為這個算中型車 是 確實呢因為妳工作忙碌呢 要停車沒那麼方便 對 妳真正適合的車呢 應該是要那種 比較小巧 然後靈活 跑停車 空間大 然後配備比較 也還行 可以不錯中間 對 對 所以妳今天選擇妳是有換車的需求 對啊 那妳找我就對了 因為我是這個 綜藝圈喔 算是車界搭人 所以妳今天找對人 我幫妳想一下 剛好因為我跟另外一個 車界天后 是 也有約 我跟妳講喔 買車這件事是這樣 一個人的意見呢 可能有失之主觀偏迫 那另外一個人的意見呢 也可以作為參考 我跟你講 綜藝姐 妳知道嗎 地球王金線 車界第一天后 對不對 妳今天算是有福了 今天算是 我們要去找他嗎 車坦喔 我跟他並稱玄民二老 天啊 今天好榮幸喔 所以呢 他就在附近 那個咖啡廳 我們去找他 沒問題 今天他的建議對不對 好的 我們來找人喔 我想巨星自己會發光 你知道嗎 那裡一道光 一道光 一道粉紅色的光 好可愛喔 對… 對… 我們的綜藝姐 哈囉 哈囉 嗨 來… 嗨 玉琳哥 我在人群當中搜索妳 我說妳只要看到一道光 那個人就是綜藝姐 因為巨星自己會發光 妳好 初次見面 妳好 聽說我們今天是要找 年輕世上 操控又靈魂的小車 是不是 疑似不登三寶殿 對喔 現在這個車是他自己的 對 車很好 沒有任何問題 但是對他來講 就是不符合他青春洋溢的氣息 還有這個車太大 那他也不方便騎車 因為工作忙碌 那如果是這樣 你知道縱觀我們的經驗 那你一定得去 小車專家輸出可以看一下 對… 我剛剛就忘了 對 小車專家啦 對不對 對啊 因為他有很多選項 你可以好好的仔細比較 然後看一下 你現在最喜歡哪一款 對 而且Suzuki 當中不乏很多經典款的 很適合你這種 那個時尚的都會女性 好多快 出發 厲害了 綜藝姐 這裡是哪裡 小車 小車專家的主場 Suzuki 那我們往前走了 Let's go 幹嘛啦 你走那麼快要幹嘛 你腳不夠長 快 好 歡迎來到 小車的世界 有時候第一眼印象就很準 買車就是看演員 跟挑男朋友的樣子 你這樣 第一眼 你看哪一台抓到你 我最喜歡那一台 這一台 這一台 真的跟我心意相通 別台車我可能還沒那麼了解 因為這台車當時發表的時候 我就特別關注 今天現場這個顏色很好看 對啊 是因為顏色吸引你嗎 對 是因為其實我之前就 就是看到他們的廣告 是有一個顏色超可愛 它是奶茶色 幹什麼 奶茶色 真的太有緣了 對 對 冥冥之中有一條線在拉著 我們兩個人 你看 我覺得你們兩個對外意識 是要在中間這裡這樣子 切出一條線這樣 對嗎 沒有...對啊 所以這個顏色是確實好嗎 是我超級喜歡 重點說我差點把我的車子 變成奶茶色 真的啊 超級 妳本來想把妳的波波 變成這個色 現在不用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顏色呢 它確實要在這個小車的線條上 感覺會比較好看 對 大車 怪怪的 對 小車比較適合 來 那我們身為 時尚都會的女性 你看她這個車頭 有沒有 表情生動豐富 你們不是喜歡跟車拍照嗎 對 來...我們來 來喔 來 雲各的 香車美人秀 來 Check 1 Check 2 Check 3 Check 4 Check 5 我們現在這裡都可以打 Check多少 Check 6 好了 新鑽的銅燈 對不對 然後妳注意看這個車 它有挑高的設計 它是小車 對不對 但是它高度略高一點 是耶 就跟妳的VOVO一樣 好處是什麼妳知道嗎 就是視野 對 還有方便這個上下車 有時候女生喔 裙子如果穿窄 也穿短一點 所以為什麼有的女生 坐那個超跑 下車都很窩囊 妳知道嗎 要這樣 對 搞東搞西 腳如果比較沒力的 還要人家在旁邊 推它一把這樣子 它整個的車型 好可愛喔 然後妳看它的輪圈 我是都覺得非常的時尚 好 妳看這個C柱 一般這樣一條下來嘛 它就故意給妳搞這樣 這個立體的設計 這個在造車的時候呢 就是多一道工 因為它就是那個模具呢 它就是必須要壓這三個 多這三個呢 不要看它 好像很簡單喔 設計界呢 叫做Less is more After me Less is more 講到這個設計感 我讓妳試乘一下後座 好 因為有時候 我幫妳開的時候呢 那妳要做後座比較尊貴 對 那要好做啊對不對 好 來...妳看 我剛剛講它挑高設計 它座椅也是挑高設計 對 所以進去就很方便 坐在後座的人呢 視野也良好 超棒的 空間感很夠喔 好 妳看 後座的空間 妳看離這個群座呢 其實是還有一段 還不錯的一個距離 一個相當舒服的一個距離 好舒服喔 對啊 超級舒服的 好 現在模擬妳要下車對不對 來 歡迎國際巨星雲2出場 妳看下車就方便啊 不用在那邊搞得別扭啊 我看有個女生下車 都會搞得好像 好像腳要打結一樣 對 這樣... 這樣... 很不好意思 對 OK的 OK... 好 尾燈也是一樣 是 金鑽的尾燈的設計 對不對 然後我們Suzuki的招牌的 這個Logo Logo 從外觀來講 我是覺得 很適合... 很適合妳 如果再搭配這台 這個... 這個奶茶色 這個奶茶色 對 等一下會有機會給妳試開 可以試開嗎 試開的時候呢 我們再來講解內裝 她的這個獨到之處 好期待 我相信這個在妳心中 就跟我在妳心中一樣 留下一個完美的印象 非常 對 但是我的人也是公平的啦 因為中衣姐那邊 她有她自己喜歡的車型 我們來參考一下 她的意見 來...我們交給中衣姐 隊員哥 你怎麼有辦法 獎策也講到 你濃我濃的兩人世界 我跟你講 我剛剛眼角的愚光 瞄到妳平平在翻白眼 那我接下來 我要帶妳看的 我覺得 這個就是比較運動 你自己平常對不對 跟運動連結那麼強 對啊 她動起來不得了 剛剛都忘了給她動一下 因為觀眾很想看這個 Ready Ready 我跟你講 為什麼會配上這個音樂 透露出我們的年紀 但是妳不覺得 如果剛剛妳這一段 來 妳站在SWIP旁邊 運動環... 運動環 然後妳看這個 它就是比較有一點 肌理線條的這種Feel 這個就是超晶晶寬的 對 因為如果妳講到SUZUKI的小車 妳肯定 我相信好不好 妳第一件會想到的車款 應該就是SWIP SWIP 妳覺得SWIP呢 妳不要看它很小巧喔 對 它可是在車界 我覺得有那麼一點 小霸王的感覺 就是以男女生 對它都喜歡的這件事 我覺得它真的很吃香 就是妳今天開出去的時候 男生也會覺得 對 對 這個女生 有想法 然後妳看這個六角形的水箱護照 它的頭尾燈 就是走這種 比較銳利一點的線條 LED 畫眼線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 要線條感 對 好不好看 好看 而且很銳利 因為也都是LED的頭尾燈 然後大家看側面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 屁股的線條很不錯 性感 性感吧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感覺有練過的那一種 對 而且它是緊緻的喔 是有運動的喔 對不對 感覺有接受重訓的那一種 對 然後講到C柱 剛剛一個也是有它的特點 密題喔 來到SWIP它的特點 好可怕喔 那個呢 把手 在這兒 真的 這樣你的朋友搭你的車 是不是多一個記憶 真的 對不對 很有趣吧 就是從側面看 你會覺得很像雙門 車的那種 有雙門 雙門跑車的感覺 對 就是那種運動感 又會更多一點 然後再到屁股來看 Hybrid有看到嗎 有 對 因為現在的SWIP 它有多這種微油點 所以等一下呢 因為兩台車 我們都會開開看 我希望雲二可以來感受一下 就是車子起步很輕快的這種感覺 就是Hybrid它現在這種12V多了 整個市區都馬達之後 其實油耗也更好 一公升可以跑幾公里 你知道嗎 22點多 這很厲害 怎麼樣 好心動喔 很心動吧 其實說真的我覺得 SWIP當然小車它都各自精彩 但是標榜的就是 剛剛玉琳哥選的這個 就外型也很好看 然後也很對你的眼 對 但是 我有去做市調 不然地球黃金線 我們白做的嗎 你知道 你如果外景還要市調 我真的太難了 玉琳哥 我又不是誰像你這樣子 我沒那口飯吃啊 這個就是專業跟業餘的差別 對 我就想說沒關係 既然雲二要來 我就說這兩台車 是不是女生都喜歡 真的 大概都有七成的女生 很喜歡這兩台車 可是呢 如果她是新手 她會選一個女生多 對 我會選 這個有點難以抉擇 就是說 我新的這種 感覺的外型啊 新世代的感覺啊 或者是 有些是樂嶺 年紀比較大的媽媽們 如果是開幾年車的 她會選這個 相信我 這個新廠港 我這裡其實畫有點心動 而且它很漂亮 各有優點啊 如果是你要開 我要開喔 這個 我坐兩台車的條件都很好 順了 要不然我們先吃鼓掃碗好了 要我的話 我講真的啦 如果是我女兒 我會叫她選一個女生 如果是我自己要開 我會選Sweet 真的 就是這樣 就是家裡面如果男生女生 都要開車的話 她會選Sweet 好處就是我能開 我老婆也能開 我女兒也能開 對 對 你想先開哪一台 我想先開這一台 好 妳哥用 來…那我們就先來試試看 好 先確認一下 妳駕照不是拿雞腿換的 不… 還是拿鹹豬肉 他們送我的 OK… 有啦 剛剛看妳開VOVO 其實是OK的啦 還行…還可以 以女生來講 妳不屬於三保那一種 對… 技術很好 謝謝 可以 那就往前走了 那我們出發囉 對… 妳選車是會中配備還是中外殼 我會中配備一點 嗯… 而且我發現它其實 你的方向盤上面超多 很方便可以讓我們 比如說因為有時候開車 比較方便用手機 它上面就有很多介面 可以去做使用 它這個支援 Apple Card Play 跟那個Android的Auto 很… 實用的配備很重要喔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App 都在手機裡面 對… 包含導航啊或者音樂啊 可以連我們的手機 這個螢幕是7吋的啦 這個算多功能的顯示螢幕 那… 連接我們的手機以後呢 我們手機上的幾個 基本App就會在上面 喔…這麼方便 不管… 你是用Google導航啊 還是用我們的那個 Apple地圖啊 是… 都可以使用 如果你是那個… 安卓系統的話呢 它也可以支援安卓 都可以喔 它這部車是 兩種系統都支援的 很方便耶 喔… 它有倒車顯影功能 對女生特別重要 對… 很多女生倒車是靠直覺 對… 那他直接不小心就會知道 沒有 反正撞到就會有聲音 碰… 以前爸爸 因為車子的科技沒那麼強 那倒車很帥耶 都是右手要扶住 副駕的這個 很帥 他們會這樣 頭枕這邊 像話嗎 所以我的車也是倒車顯影 拍得異常的清楚 但是我在老婆的時候 也是故意要做 妳剛剛那個動作 帥氣那樣 然後她自重就會把頭 拋過來 唉唷… 然後把我打檔還打錯 喔… 打到哪裡去 打到怪怪的地方去 有 這夫妻的情趣啦 一定要… 它這個車喔 它就是… 強調它的靈巧性 所以呢 你會發現說 它在運動 在馬路上喔 靈活性也很強 很容易在馬路上駕馭 而且我發現 因為它車子很輕巧嘛 所以左右換道的時候 你就不用擔心說 你的車子太大 會擔心去A到 而且重點是 我發現這個視角的A柱 我的車子 因為它的A柱 它就會比較… 比較寬 所以我都要這樣開 其實沒有 它的視野非常的好 所以我不用就是去擔心說 我會不會去撞到行人 或是什麼的 就是妳開久了 她覺得妳說 妳已經開了很長的時間 然後車也沒停下來休息 她會告訴妳說 妳該休息囉 這樣 對…她不會講妳該休息了 她會用BPP聲 用BPP說 妳該休息了 自己翻譯 對 有的車子喔 它的那個駕駛逼勞 警示會出現一杯咖啡 對… 然後再更進一步的呢 它出現那一杯咖啡 你點下去對不對 趕快接 會那個… 再喝一下 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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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喝 這個冰塊不夠 妳再放回去 然後再點選 Ice的地方 然後就冰塊 太高級了啦 這個車開一段時間了 這個時候問最準 因為妳本來是開BOBO的大車 對啊 現在這個是零巧的小車 差別在哪裡 我覺得視野其實我覺得也是滿好的 我發現這個油門 踩起來非常的輕巧耶 對 你只要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踩 它的油就是 它的速度會慢慢的上去 對 而且我覺得我剛剛發現 就是前後那個後照鏡啊 對 它也是非常的輕 車越小喔 對 好處是那個後照鏡的死角 就越少 對 開大車有時候很擔心一件事情喔 就是妳看鏡子沒車對不對 妳一轉眼看 砰的一聲 其實是有車的 對 車越大死角就越多 在交通繁忙的道路上喔 小車的優勢就顯現出來了 對 這開起來就比較沒那個壓力了 趕時間的時候 可以在安全的狀況下去 做一個穿梭的步驟 對啊 我們要找個地方喔 來測試一下它的倒車顯影 好不好 沒有問題 好 我們回到展示間這裡 正好一個車格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倒車顯影 效能怎麼樣 好 有了 拍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看著這個還到不了車 那我就覺得它不是開車的這塊料了 我覺得我可以啊 嗯 非常清楚 現在人很依賴這個耶 我後來 倒車我也不太看後視鏡了 因為我覺得看這個就很清楚 而且它那個線不會扭曲 對 有的攝影機會把那個線變成喝醉酒的人 酒車在看直線一樣外氣扭吧 它這個攝影機的功能很好 嘿咻 搖擺 好的 OK 非常好 耶 完美 嗨 你們是女士嘉還是巨二壞 我去 你還想說 我兩人消失了 很久 你有沒有發現我看起來累累的 偷喝開了嗎 我講車講得很累了 對啊 你剛剛已經設了Ignis 然後直接坐上Swift 你有沒有先覺得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整個完全就是 視覺效果不太一樣 因為它的椅子這個是比較低下來一點點 但是我們的另外一台車 它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所以它是比較可以俯瞰前面的路況 視線高度不一樣 對 視線高度不一樣 但是以Swift來說 你會覺得就是前方那個位置啊 邊緣在哪裡啊 會不好判斷嗎 不會 我覺得也很好判斷 因為它的車型偏小嘛 所以對於女性來說是非常剛剛好的 而且它前面是很圓的一個弧度 對不對 對 沒有錯 所以這樣看出去其實 你說包括了右邊最前端 那個不太好判位的地方 你也不會覺得很有壓力 就比如說可能A住的旁邊 我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其實當然兩台車 基礎的設定不會差很多 因為一樣都是1.2的 自然進氣引擎 然後動力就是83P 扭力就是11公斤米 很多朋友看到這個數字就說 蛤 這樣開起來會有力嗎 你開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很有力 我們可以聽一下 現在剛好沒有什麼車 我們注意一下 喂 油門才重一點對不對 對 才重一點 這聲音也很好聽 你覺得很好聽 這聲音也很好聽 重點是其實它開起來非常輕巧 這就是達到我剛開始起初 我想問的是有沒有一款車 它開起來是輕巧安全 重點是又可以好好的就是 停好車 找位置的時候 你不用擔心說 我今天車子太大 然後車子可能在兩台車中間 就是停不進去 對 但這款車 非常適合我們女性使用 其實男性我覺得很好 因為它的線條 覺得是男生外觀會喜歡的 對 還有我們坐的這張椅子 是 它不是皮椅 然後它採取是不織布的材質 其實對女生特別是像你 對 其實 你可能常年都穿短褲短裙 是 夏天其實搞不好這樣 是比較不會悶著 像姐說的我覺得妳講得非常好 是因為有時候我們穿短褲 然後流汗 像我們去球場運動完之後 開車回家 那身體還是黏黏的嘛 那因為一萬我的車子都是皮革 那你在離開位置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有點尷尬 你知道 汗漬在上面 但是因為不織布的材質 它就會不會有這樣子的尷尬的狀況發生 好 回到妳的這樣感受上 因為我發現啊 原來很不錯耶 她雖然就是一邊跟我聊天 但是她開車你就會感覺 她整個人狀態是滿安定的 就是不會有那種 車子 很緊張這樣子 對 讓妳駕馭不來的感覺 妳有沒有覺得小車是有這個優點的 我覺得小車它的優點就是妳知道 它可以比較好駕駛 然後妳還要好控制它 那空間感是很舒服的 像大車妳就覺得它前跟後啊 妳都沒辦法抓那個距離 妳看喔 我們現在行駛在路上 變換車道的時候也有盲點偵測 自己有ACC 有AEB 然後妳偏離的車道 它會有偏離的警示 後面車子在八公尺內靠近的時候 它一樣也會有給妳一個警示 對 畢竟女生嘛 開車還是會注意到一些功能性 可以幫我們輔助是最好的 我相信妳只要開過之後 妳就會覺得我很好上手 對 然後它所有操控界面都不複雜 我覺得SWIFE踩起來的油門啊 那個聲音就很溫和 很柔順 沒有 我覺得妳講的 可能是那種寧靜度的感受 對 因為以SWIFE來說 它的整個車子 它還是有考慮到這種空氣力學 然後它又比較低趴 然後妳會覺得 包括了外界來的噪音 以及本身的這種風氣 其實都比較小一點 所以妳就會覺得比較舒服 對 所以講到這裡 一個女子跟SWIFE 現在已經慢慢在妳心中 有些分數了 對不對 是 因為這兩台車 其實因為設定上有點不一樣 我覺得開起來感受上 妳會覺得SWIFE的運動性 我覺得它會比較讓我覺得舒適 我個人是這麼覺得可能 因為每個人開車習慣不一樣 我覺得在SWIFE上面開起來 是讓我覺得我很喜歡的 現在已經有一點分數了 對 好不好 玉琳哥不在 我們可以講真心話好不好 我最喜歡那一台 這一台 這台 真的跟我心靈相通 那開到現在 雲二怎麼樣 Ignis跟SWIFE 兩台都是更有特色的小車 有沒有哪一台現在分數高一點呢 我現在不知道是玉琳哥 我跟你說 我現在真的偏向為SWIFE 玉琳哥 聽聽真心話好嗎 是不是 來 我們繼續 我們現在走在幸福路上 好有種幸福的感覺 選SWIFE 好看 好開 中骨架還好 我的Ignis 小巧時尚 萬車莫敵 走過紅潭 最後情歸於誰呢 這就是圖窮匕首見 荊蚵是秦王 我好為難 很為難嗎 超為難 玉琳哥你還是SWIFE呢 你今天拿一台車比較心動 有人情壓力 因為車也不是我們在賣的 錢也是車廠在賺 我選擇 來 我們跟你手牽手 來 來 玉琳哥你看我幫你薄薄力 你 真正的福利是我們三個 牽在一起 太幸福了 好幸福喔 因為前面這一條叫幸福路 我們這不是一個正經的節目嗎 來 來 高車實境秀 今天你們會兒 對哪一台車更心動 我 倒數 我選擇 3 2 1 我選擇 WIFE 為什麼 告訴我為什麼 我陪你開了一下我的車 不要這樣 來 說說理由 好 其實我覺得兩台車的性能 以及所有的共識都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買車的時候 你要選擇你自己適合 以及自己開起來 舒適度有沒有 你覺得達到你想要 所以我就選擇SWIFE 而且玉琳哥我跟你講 他其實基本上還是比較喜歡 那種低拍一點的 這車子有適不適合的問題而已 就是他覺得這個車比較適合他 那有人覺得他比較適合一個女子 所以這個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對 如果你覺得我不喜歡 坐進車子需要有一個 你知道沉下去的感覺 一個女子絕對是更好出入 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 所以我為了讓大家都可以先 試試看他們的車 他們在7月份會在 駕訓班 駕訓班 辦新手體驗 這根本特別喔 真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我之前沒聽說過 但我覺得這個可以期待一下 對 對 而且在駕訓班算是很貼心的安排 因為駕訓班有各種路況的模擬 所以讓你駕訓班 駕訓班 這個車場的用心 因為試車在正常馬路 他們也擔心 對 你爸的車怎麼樣了 他也尷尬 對 駕訓班 感覺比較好 不過圓駕選擇 綜藝姐介紹這個SWIFT 這個爸媽的心態都是這樣 就是尊重兒女的選擇 你喜歡就好 一定你都會買給你 對 對 好 那今天算圓滿 你選到自己的愛車 對啊 我們也歡迎 真的有購車意向的朋友們 可以注意一下我們的購車實際秀 一起來加入我們吧 下次見囉 拜拜 祝你永遠 好 我們剛剛看到了 雲二的購車實際秀 雖然他非常的糾結 特別在玉林哥面前 他也很喜歡Ignus 但最終呢 是SWIFT 贏得了他的芳心 那當然 其實如果來比較Ignus跟SWIFT 會糾結也是不無道理的啦 對不對 兩台都是很有特色的小車 而且論車身尺碼 你會覺得說 是不是有一些差異 可是他的動力又一樣 所以雖然如果是你 身旁也有這樣的可愛的女生 來跟你請教說怎麼選 你又怎麼推薦 對 我覺得SWIFT 真的是小車的專家 就是像剛剛終於有聊到 他的車格其實非常接近 你要講尺寸的話 其實兩台車 在我來說我覺得都是 小車都是超好聽 很適合台北都會 那當然SWIFT 他車長稍微長一點點 大概三米八四 也是四米內 那Ignus的話 再短一點三米幾 但我覺得這兩台車 我們實際開過 我覺得他在設定的 一個車格上 SWIFT就是給他不同的精神 簡單來說 SWIFT會比較偏 我們印象中的操控 這種取向的一個 先輩小車 但他還有小鋼炮的 SWIFT Sport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 一般動力1.2的 這個自然進氣版本 那我覺得以我開過的 SWIFT跟Ignus 如果是推薦給 像雲二這樣的 年輕女孩的話 我覺得其實蠻難去推薦 因為我覺得兩台車蠻接近 但如果是我選的話 以我現在這個年齡 快50歲的話 我會選Ignus 因為我覺得 像我剛講 SWIFT是小型先輩 大概操控兩台車 都很俐落 都很好看 都很輕 大概都900多公斤 甚至Ignus才900幾 非常的輕盈好看 都是前驅列小車 那我選Ignus 原因是 我喜歡它有一點 類似日本都會K-Car 輕自動車 是的 這樣的style 然後是挑高的車頂 那我身高高 那我喜歡稍微高一點的小車 那SWIFT我開起來 就當然也很好看 但我覺得這個車頂比較矮 Ignus 對我來說比較有 所以我會選Ignus 那動力來說的話 基本上都是1.2的 這樣的自然境界動力 那輸出調教 與原廠公布都一樣 都是83米 是的 但我如果覺得像小隻女孩 要考量到節能 這些油耗表現 其實也都差不多 兩台車雖然都是900多公斤 那跑出來平均油耗能力 也都是一公升 有22點多公里 都是很省油的小車 所以這兩台車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 你要開開看 如果你是很喜歡開車的 感覺很喜歡 很俐落這樣子 鑽巷弄 或是一些變換車套 或是一些變換車套 因為油耳就是這樣的個性 喜歡去戶外玩的話 我覺得SWIFT比較適合 那如果你真的是純都會代步 想要非常好停車 開起來沒有空間壓迫感的話 就像我講的 我會選Ignus 所以確實 你在面臨選擇障礙的時候 其實都開開看 你當下的感覺會最準 對吧 那SWIFT 不論是SWIFT 或者是Ignus 或者說你在選車的時候 其實因為他們都注意到了 現在女車主很多 所以 面對女車主或新手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說 你們不要怕 我們帶你進門好不好 所以SZUG 最近也有一個 我覺得蠻好的一個 新手的訓練營 他特別選來駕訓班 沒錯 其實這樣的活動 讓我回想到 我以前在學開車的過程 我就開著一個手排的速力 但是就覺得那個車子沒有冷氣 沒有現代化的設備 當然不是速力不好 是因為那個車子 畢竟有點年份了 但是那個時候覺得開這樣的車子 蠻有成就感的 可以馴服他 但是對於一般的新手來講 如果車子不好開的話 其實可能會打擊到他們的自信心 那剛剛講到SZUG 算是小車的專家 那他們很多的產品都相當適合新手 也很了解這些新手開車的痛點 那他們這次所舉行的是 新手駕駛的訓練營 可以幫助新手實際上路 所採用的車款就是這兩台 SWIFT還有Ignis 那其實這樣的活動呢 不只限定SZUG的車主可以參加 其實只要你有駕照 你就可以去報名 而且目前報名的狀況 還算是蠻踴躍的 部分的場次其實已經是額滿了 那在活動當中 他們會請到資深教練 來教導你怎麼樣去體驗這些車子 那在駕訓班當中 他的關卡呢 包含是路邊停車 倒車入庫 然後S型的進退 上坡起步 那在過程當中 你也可以體驗到 這兩台車子的一些特性 比如說轉起來是不是輕鬆啊 視野是不是足夠開闊 而且他們這兩台車 其實都有斜坡起步的輔助功能 所以相信開這台車子 來體驗這些關卡 會讓你覺得很不一樣 那其實這樣的活動 其實北中南都有 那7月9號 7月16號 會在樹林台中 那7月23號 7月30號 會在台南新竹 8月6號 8月13號 會是在桃園高雄 其實你上他的官方臉書 就可以找到這些報名資訊 那有些人可能覺得說 其實在這樣的一個駕訓班體驗 可能跟實際上路 還是會有一些落差 但是我覺得 只要車子足夠好開 新手他有了信心之後 會更願意去練習開車 對於自己的駕駛技術 才會有精進的幫助 所以還是很建議大家 可以去嘗試看看 那如果說 我們的預算可以拉高一點 你會感覺說 我能夠去選擇的面向 就更廣了 包括了 我可以往豪華品牌去看 那我也可以用同樣的預算 可能是以前我購不到的車款 但現在我有機會入手 今天2000 帶來了這一台 也是我們全場的唯一主角 是不是 應該是說他 好像原本也是開歐系 家裡歐系的車子 對 那我們今天如果要在歐系 豪華品牌裡面想要 入手這樣子的車型 那如果說又適合他的自己的身份 跟用車需求 其實我今天推薦的這台 是B&W的這個E8i Edition M 那稍微有點不一樣 是說他可能像很多 其實很多女生長得很可愛 那其實他們買的車子 會喜歡有點帥氣的感覺 你發現了對不對 對 其實都是這樣子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雖然可能外表看起來很柔 但我有不同的個性 你不知道 可是他會在他選車的時候 體現出來 對 所以我今天推薦他是這台 我們店裡剛回來的 這個B&W E8i Edition M 那E8i Edition M其實他當初是 真的比較特別 比較特別 他當初是限量100台的 那包括呢 他有這個全車的M版的套件 所以看起來呢 會比你一般的這個E8i系列 稍微再怎樣 更有運動感一點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 然後加上他是豪華品牌 所以他的這些細節上面 我覺得都處理得相當不錯 包括大家其實在B&W來講 會滿喜歡他的這個迎賓 那迎賓的部分來講 他是只有坐在駕駛座這一側 有這個迎賓的這個燈條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這個開門的時候 地上是有迎賓的 我們都覺得很漂亮啊 對他比較短一點 但是一樣有印個logo 寫B&W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車頭的部分 那當然大家提到比較說的這個說 跟車系統啊 ACC 這台車是一樣有配置的 他是2020年的 2020年的 那2020年這台車子 跑的里程數非常好 只有跑7000公里而已 所以他的里程數是很少的 然後等於說你入手起來 有新車的感覺 然後車子的部分我們看一下這個燈 這個是LED的 B&W LED的大燈 看起來是很有層次感的 然後包括你看到下面這個大包的部分來講 這個是M版的這個運動化 套件 所以你會看起來他的 而且你會發現喔 雖然他是很運動感 但其實他一樣有給這個四方的雷達 是 所以如果以新手來駕駛來看 是非常適合的 嗯 然後他也有keyless 有keyless 那如果你靠近他的時候呢 他的車子會自動的解鎖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是 這個女車主你手上有東西 你可能就會感覺到這種用迎賓的感覺 對 好像我還沒有到 他就已經開好門等我了 然後我離開的時候呢 他也會 只要距離超過了 他就會直接把他鎖上 自動鎖上 對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棒 因為我現在的i4也是這樣 對 是不是感覺很好 很好啊 對 完全就是可以釋放我的雙手 我開心啊 而且不會有那種 怕那種感應失敗的問題 不會 完全不會 你只要靠近就打開了 對 那這台車是Addition M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包括他這兩張這個座椅 這個內裝 那我很喜歡 對這個內裝 除了這個M版的名牌以外呢 你這座椅是幾皮的座椅 那他的側邊的部分 包括這個電動調整啊 然後包括他的腰夾 其實都是做起來非常的 有運動感 有戰鬥的氣息 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地方 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大家比較喜歡的 就是他的氣氛燈 那氣氛燈的部分 因為他是這種光調式的 對 而且他是隱藏在這個 很漂亮 原本這個銀色的這個飾條裡面 對 算是比較有層次一點 比較看起來會有一點 那種暗暗內涵光的感覺 有沒有 暗暗內涵光用得好喔 然後打開來的話呢 其實 空間 空間在這一代的這個 BMW 118來看 他的車廠是大概是4米3 比剛剛介紹的這個 Suzuki的車款 要大一點 再大一些些 可是我覺得這一代 因為他改變了這個是前驅 然後三缸啊 然後他的車層 車後面的這個尺寸上面來看 我覺得他的這個乘坐空間 是會比較理想一些 那坐起來也會感覺 稍微比較寬敞 但是我自己很喜歡這個角度 就是因為你從這個後座 看到這兩張椅子 然後再配上這個方向盤 哇 真的很有這個戰鬥的氣息 有沒有覺得 確實就是性能車的Fu 對 性能車 而且你的入手價格 其實這台車大概才130萬左右 我們的賣價 那他原廠的價錢 當中是166萬 那你就可以省下 一些三十幾萬的一個預算 那這樣他的保值性 是不是算很好啊 因為這台車里程真的比較少 所以我們買的部分 是有比較高一點 對 其實小車的保值性 在中午車市場上 那個如果以鏡頭品牌來看 確實是比較影響 而且因為他當時 你說限量100台 對 限量100台 所以你可以買到那種 別人沒有的感覺 那還有一個地方 我很喜歡是 其實你看 像我們一般來講 這個小車 我們一般都是 這個有窗框的設計 那你看他這一段 其實是沒有窗框的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 看起來會有那種 無窗框的那種帥氣感 對 但其實他 他背後是蠻設計的 他其實是有啦 他當然有窗框 對 只是說他這邊 他有一種類無窗框的 類似無窗框的 對 類似無窗框的 看起來會比較 比較有這個設計感 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是在意 這些細節的話 對 看著看著就覺得 哦 越來越帥 越來越帥 然後後面的話 而且我跟你說 女生看 有時候我們就是會有自己 比較貼合的一些想像 你不覺得他很雙一雙高跟鞋嗎 哦 真的耶 真的 他真的好像一雙高跟鞋喔 而且還是有沒有 後跟的 初跟的 介紹完應該已經賣掉了 對 確實很像高跟鞋 很像啊 而且他的光源 對我來說就很有記憶點啊 對 然後後面的部分來講 包括他的後面的這個下巴 他也是這個院版的套件 那還有這個 我覺得他的擾流也做的蠻大片的 看起來真的是蠻帥氣的感覺 那我們打開後箱 那因為其實剛剛介紹的小車 但他就沒有電動尾門 沒有沒有 這麼小的車其實是沒有電動尾門的 那我們剛剛介紹的車款 可能稍微比較小一點 所以他後座 後箱空間一定是比較緊湊的 對 那如果以這個BMW118這個尺寸來看 其實後箱空間算是 以這樣的尺寸來看算寬敞 算深 就寬間 空間感算還不錯 但是當然他的深度 或是說他可能沒辦法媲美太大的 車子 如果你是一個29吋那種大的行李箱 你就是橫放一個 一個 剛剛 差不多 大概就最多再放個軟包 不過如果你是日常使用的話 我們來注意一些機能性 他的小勾勾 對 兩邊都有掛勾 對 有掛勾 然後下面還有可以讓你 拉繩子的行李管理固定的 對 那如果說你空間比較需要的話 你甚至六四分離都沒有問題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 女用車蠻多就是收納空間 那我們來看一下內裝的部分 好的 繼續進車內 好 今天我們看到的 BMW E8 Edition M 竟然是個特別的版本 戰鬥氣息很濃 所以肯定黑頂篷 沒錯 那坐進來的時候 我本來擔心說 我會不會還是會有一個 相對的壓迫感 因為他沒有天窗 對 結果意外發現頭部空間 很好耶 還滿夠的耶 剛剛兩天都說 是不是因為他頂篷挖呀挖 就往上挖 你看 它比較高一點 要沒有 有耶 超過兩個拳頭 超過兩個拳頭 是不是比你想像的 覺得好很多 對 其實我們自己坐上來 因為我不會特別去注意 頭頂上的空間 但可能因為黑天鋒的關係 你會感覺好像相對壓迫 可是其實這樣坐下來 一看你覺得還滿夠的 也是又特別好坐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提到移進來 大家最喜歡就是這個 液晶儀表 那10.25吋的液晶儀表 然後包括它的這個 車道跟車系統 算是都已經有 但它是沒有這個車道置中 是只有車道偏移幾次 還是有不同世代的差異 對 那不過我要講的是說 因為如果說 像大家比較喜歡的 或是上車聽歌 Apple CarPlay無線的 這台車是已經有搭配 而且還有這邊 還有送一個是無線的充電板 對 那這個都是 Addition M才有的這個配置 然後它維持了以前 還有1到8的這個選項 我覺得這個是 其實還滿好 我自己也滿喜歡的 因為你真的可以設定 例如說1是我的常用電話 1 2是家人誰 然後我要導航什麼什麼 都可以設 其實是滿方便的 對 我自己還滿喜歡的 我個人也是比較喜歡有實體按鈕 稍微保留一些啦 整個整體的感覺 也會比較豐富一點 那車子的部分來講呢 其實大家提到這個安全性配置 我覺得都還算滿足夠 而且坐起來的時候呢 我覺得這個座椅的感覺 包覆感是非常好的 對不對 然後車子的這個 其實視野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是 第一次入手這樣的車 你會覺得你開這台車 是完全很夠的 動力呢 動力的部分來講 它是140匹馬力 如果以這個BMW來看 算是比較小了一點 不過22.5公斤 開帥 開帥的 然後它是三缸 所以它的油耗呢 其實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如果以實用來看的話 其實算是比較實用的選項之一 好 謝謝兩千今天的推薦 等一下我們繼續來看 BMW新世代的X1 因為又包含了電動車的選項 該怎麼選 稍後來聊 真的時間很快 2023年我們已經進入到下半年了 好 那這個時候 你有沒有考慮要買新車 今年的新車市場 確實還是非常精彩的 我們以BMW來說 最近話題之作一定就是 新世代的X1 而且還包括了有電動選項的iX1 如果論價差真的差異又很小 阿元 你該人會怎麼選擇 怎麼推薦 畢竟油車跟電車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但過往 價差如果不大的時候 大家還是會稍微拉扯一下 但是X1跟iX1 這次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懸念 價差10萬塊錢 但應該覺得要直上電動車比較划算 動力就差異挺大的 動力就差異非常大 那X1它部分是X-Drive20i 那建議售價是212萬元 那iX1是X-Drive30X-Line 那建議售價是222萬元 其實細看這些規格配備之後 你會覺得這10萬元的價差 應該要直上電動車 最主要最大的差別 還是它的動力部分 那X1是1.5升的三缸 污輪增壓引擎 156匹的馬力 當然它有48V的輕油電系統 還有額外的19匹 但是看到iX1 300多匹 可怕了 它的是雙馬達設計 四輪驅動 313P 直接馬力乘以2 那而且它的 只差10萬塊 只差10萬塊錢 而且它的扭力 也有50.4公斤米 0百加速 5.6秒可以達成 那其實電池也不小 有66.5千瓦斯 續航里程大概是440公里 那從這裡可以發現 其實BMW的電動車 馬力真的很敢給 那如果喜歡大馬力的話 其實很難去抵抗它的誘惑 我覺得真的都覺得 好像是像Bonus一樣 對 動力就給你 甚至對照隔壁棚 賓室的EQA 其實價錢沒有差很多 但是它大概馬力190匹左右 190匹 那在配備方面 iX1給的也很大方 包含10.25寸的一個數位儀表板 那中央有10.7寸的一個 一晶顯示螢幕 AR擴增時間的導航 抬頭顯示器 跑車座也通通都有 那其實如果家裡可以允許 裝設充電裝 你也不排斥電動車的話 其實這次iX1 GPC真的還不錯 而且大陸久的 以iX1這個220幾萬的價位 配備給的很有誠意 而且都是BMW最新時代 例如說擴增實境 例如說抬頭顯示器 例如它也有最新時代的 駕駛輔助系統之外 它連變換車道輔助 它也有 那是之前我們在i7上面 在7系列看到的 iX1都有 所以好像消費者一比之後 就知道說 我買哪一台比較划算 如果它現在本來 對電動車就心動 毫無懸念 就選擇電動車 對不對 沒錯 那接下來再來看 我同樣在選的時候 很多朋友是只有一樣 我知道 你同一個集團裡面 可能也有不同品牌的 不同選項 然後你可能在同一個平台架構出來 或者是你們在 例如說我要的空間機能 或者是動力輸出 或者是在尺碼上 那麼相近的情況之下 那我到底該怎麼選呢 新安 接下來這三台 我覺得 你會怎麼切入來比賽 對我們就抓的是 兩台的Skoda 跟一台的Volkswagen 那他們都是同集團的 VAG集團 那兩台Skoda的話 基本上這三台車的平台 都是MQB 那當然有的車比較新世代 是2019 有的是2015 所以比較後台出的新的 是MQB的EVO的平台 那我們就統稱它是一樣的平台 那我們就來看到的話 就是車格定位在中型房車這樣的 就是Skoda Octavia的控比 然後以及對上的是車格再大一點的 就是大型房車這樣的 Superb的控比 然後以及Golf八代的這個Variant 那我們的設定就是 以如果你抓130萬的預算的話 通常的話這兩個品牌 Skoda跟Volkswagen 他們車系 雖然我們剛剛一再講 就是這種類似的這種平台血統 但是Skoda通常選擇會比較多一點的Range 譬如說編程上 那以這個Octavia來說 以目前2023年你可以買得到的年是 它有1.0 1.5跟2.0 那上去也有運動版的RS 那如果抓我們130萬這樣的一個目標來抓的話 其實是都以1.5的TSI 那我剛剛一開始就講 有些車型的進化到了比較新 譬如說Octavia現在是全新的第四代 對上的是Golf的八代的話 他們都是在2019出了 所以他們在車名上 你可以看到1.5TSI 後面都有所謂的E-Tech E-TSI 也就是有48B Mile Hybrid 那換來就是讓你的帶出熄火起進來 比較輕快 舒服一點 或者是在加速上有微幅的注意 然後油耗也會好一點 當然對上了這個Superb來說 我覺得你如果是要大空間 你的家裡的成員都是這個年紀比較大 身高比較高的話 或是你常常需要很大的窄物空間的話 當然就是Superb的空間 當然這商台之下 除了車身比較長 它是4米8的這樣的一個級距 另外剛剛講的Octavia跟Golf 都是4米6左右 那這樣的微幅的差異 那向來的話 大家對Skoda的印象就是 它的這個品牌的價格 我們剛剛講 編程選擇多一些 價位也稍微會比 再便宜一個3到5萬 如果我們就以這個1.5升的車型來說 Octavia的空比是129.9萬 那如果你選擇是Golf八代的Variant的話 它是131.8萬 其實大概在3萬多塊 但是在空間上 我們剛剛講的話 Superb的Octavia Skoda的Octavia還是比較厲害的 行李箱空間就有640公升 那如果是Golf八代Variant 就611公升 會有一些這樣的一個空間上的差異 那回歸到最後的話 我們還是想說 如果你真的是很需要 車內很大的空間 以及載物的空間的話 Superb會是這三台 當中最好的一個表現 但是如果你沒有用到 那麼大的話 看起來這個Octavia 其實是4代的進化 我們試過 其實它整個的空間感 也都進化滿明顯的 謝謝喜南 幫我們所做的比較 等一下就要來問問 中古車的部分 就是茫茫車海 消費者看年份 看里程 我怎麼知道這一台車 它現有的條件 對應的價格 是不是我的甜蜜點呢 等一下聽聽兩間的看法 稍後回來 買車的時候 有選擇障礙真的很正常 因為選擇真的太多了 那如果你在一片車海中 例如說我們挑一台中古車 我怎麼知道 現在看到的這一台 是不是就應該買 會不會下一台更好呢 我再多看幾台 會不會心愛的會出現呢 兩千 通常這樣找車的消費者 他會不會陷入一個困境 其實應該 越找越多 對 大家說 預算再捏一捏就上去了 對不對 可是其實我建議大家 買中古車 如果你真的是沒有預算型的買家 那我建議你往行車方向走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希望 可以買的聰明 或是買的有預算內的話 那我建議大家 一定要設定一個預算 不管預算是多少錢 那才使這個預算去建嗎 把預算先設定好 我覺得是這樣子 然後在這個預算上面 先來做選擇 你才選得出答案 不然其實很多 我們遇過很多 都是從十萬看到一百萬的 基本上他是沒有辦法選擇的 我完全覺得可以這麼大 因為有些人就覺得說 好像我也可以代步 我也可以很新很好 這樣我都可以接受 他覺得這是一個第二個選項 可是我建議大家 預算先設定清楚 然後現在如果說你要買車 我建議大家還是要買有 這個Level 2跟車的 因為我覺得配備在現在的 這個世代來看非常重要 也要有ACC 也要有ACC 然後盲點這些基本的安全性 配備一定要有 因為現在其實大家都開始 注重這些東西 那接下來我覺得還有一個重要 就是里程數的部分 那因為年份很重要 但是如果年份都差不多的狀況下 里程要少 那里程數盡量少一些 但是也不要盲目的去追求 太低里程 然後把預算拉得太高 那調表現在是真的少很多 OK 因為現在真的太多判例了 不過建議大家就是說 里程數部分要評估